魔王波寻对佛陀说 末法时代 我的魔子魔孙将披上袈裟混入你的佛教 宣说伪经文传播假佛法 让佛弟子们升起分别心与贪嗔痴 因贪图保佑念经 因贪图私欲拜佛 他们不读经文 不了佛意 崇拜偶像 毁谤佛法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有浅谈》 我是素普 要说伴佛就不得不提犯下原始佛教 忤逆重罪的时尚伴佛第一人 提婆达多 提婆达多是佛陀的堂弟 也是阿南的亲兄弟 同样是王室子弟 佛陀成道之后 很多的皇室成员都跟随佛陀出家了 提婆达多也是其中之一 根据《杂宝藏经》记载 刚开始的时候 提婆达多修行很是精进 同时也很执着于学习神通 但是佛陀认为 这个人心性不行 就不允许他学习 提婆达多便见身恶念 对佛产生了许多的不满 后来他就跑到佛弟子 实力加设那里 偷学了神通 自从他学会神通之后 就更加傲慢了 觉得自己了不得了 于是多次私下请求佛陀 未来将僧团交给他带领 佛陀知道这个人心术不振 所以就拒绝了 他请求了佛陀三次 佛三次都拒绝了他 于是提婆达多便心生称恨 根据四分律五分律十送律等多佛典记载 提婆达多决心要在佛陀的僧团内制造分裂 就纠集了一些僧人 精心策划 对佛提出了五点诽谤的言论 第一点就是 一个好的比丘 应该住在树林里 而不应该住在村舍中 第二 应该起食 而不应该接受邀请吃饭 第三 应该穿粪扫衣 就是早期佛教徒穿的 用碎布平成的衣服 而不应该穿施主们赠送的衣服 第四 应该要住在树下 不应该住在屋内 第五 就是应该要吃纯素 不应该吃肉 提婆达多带着一些追随者 去见了佛陀 提出了这五条 想让佛陀难堪 佛陀回答说 行了提婆达多 谁愿意住在村中 就住在村中 要住树林 就住树林 谁愿起食就起食 愿意接受邀请吃饭 就接受邀请吃饭 谁愿穿粪扫衣 就穿粪扫衣 愿接受施主送的衣服 就穿施主送的衣服 我允许一年八个月 住在树下 而雨季不必住在树下 我也允许吃肉 但必须是三斤肉 在原始佛教上部座 《臭慧经》中记载 提婆达多曾教唆 主张吃素的信徒 在佛陀传法时批评佛陀说 食肉吃臭慧 佛陀回应道 食肉不是臭慧 贪嗔吃才是臭慧 于是提婆达多就抓住这一点 说佛陀反对清净修行 开始四处宣扬诋毁佛陀 一些愚钝不解佛意的人被蛊惑 以为提婆达多是为了提倡刻苦修行 而佛是谈吐享乐 所以就有一些人相信了提婆达多的论调 并追随他 最终提婆达多煽动了504人 脱离了佛陀的僧团 但是在舍利福尊者和穆连尊者的劝说之下 有500人又回到了佛的僧团 最终提婆达多只获得了四个人的认可 所以对佛称恨至极 就想要谋杀佛陀 可是三次杀佛都未遂 第一次提婆达多雇用杀手去杀佛 谁知杀手一见到佛之后 竟给佛陀跪下了 还被佛度化了 第二次提婆达多在佛化缘必经之路的山顶上 提前放置了巨石 想要砸死路过的佛陀 谁知道 当佛路过时 这块巨石却无论如何也推不动了 第三次提婆达多在佛宣讲佛法时 迷惑了一头大象 想让大象将佛陀踩踏至死 可是这个大象也是不知怎么的 一见到佛陀就给佛跪下了 在《增议阿罕经》中记载 提婆达多在原始佛教中犯下了忤逆重罪 他毁谤佛法 谋害佛陀 背叛佛教 破坏僧团结 忤逆是佛教所有恶业中最重的 忌惑无奸阿比地狱 如果说提婆达多没有犯下忤逆重罪 没有傍佛 但以现在佛学子们的观点来看 他所提出的五点主张 苦行 野居 骑食 蓝履 素食真的有问题吗 其实提婆达多所主张的苦行僧行为 是当时印度一些宗教常见的修行方式 像现在的印度还有这种苦行僧 一个修行人一辈子都单举着一只手不放下 导致于肌肉关节整个僵硬萎缩坏死 虽然这种意志值得敬佩 但在佛陀看来所有形式化的修行都是不究竟 不是修行的根本 不能利益众生 更不能使人升起菩提心 觉悟成佛 更有一些极端的修行人 甚至为了坚持穿粪扫衣 把施主们捐赠的完整布料 剪成碎片再去缝制 这不是本末道指吗 只是去追求修行的形式 而忘却了修行的根本目的是那颗心 一切修行行为的前提是发心 比如不吃肉的发心 是为了不杀生的慈悲心 诸如提婆达多提出的这五点 并不是成佛觉悟的必然条件 反而让人生起了贪嗔痴妄念 佛说法无定法 发心才是关键 所以佛陀没有硬性规定 僧人们要这样去做 而这却成为了提婆达多 棒佛的资本 在整个佛教发展的历史中 除了提婆达多首次提出纯粟之外 第二个提出纯粟的 就是佛陀入面一千年以后 南朝梁武帝消炎 梁武帝是一个狂热的佛教信徒 自称三宝奴 在尾期间大兴佛法广见寺庙 他在于《棱且经》中 说菩萨因慈悲不杀身 更不忍识众生之肉的经文 深感认同 于是就写下了断酒肉文 并颁布禁令 禁止所有出家僧人吃肉 后来达摩祖师来到精明时 梁武帝便问道 您看我又是修佛寺 又是度人出家 叫人介肉 不知道我有多大的功德呀 只见达摩面无表情的说 并无功德 这梁武帝就很疑惑 说我做了这么多 怎么会没有功德呢 达摩祖师说 你所做的都是图具形式的人天小果 如影随形 这些都是有违法 有漏之音 表面看来有 实际上根本没有 所以说 学佛之人要明白 做一切行为都只是相 如果住在这个相上 沾沾自喜 或认为有所斩获 就是佛说的灼相 例如梁武帝所主张的不吃肉 分明是先有慈悲不杀身的心 后有发愿不吃肉的相 发心是关键 但很多人不明白其慈悲的发心 却纷纷住在了不吃肉的相上面 如果只是执着于行为 那么人生在世 是不可能做到不杀身不吃肉的 如昆尼日用中所说 佛观一波水八万四千虫 若不送此咒 如是众生肉 这里所谓的八万四千虫 也就是微生物和细菌 这些也是众生 人活着就必须要喝水 那么你每喝一口水都在杀身 那你有没有每次喝水 都念净水咒呢 那么有些人就会说 这部佛经说三净肉可以吃 内部佛经说五净肉可以吃 又有说连五净肉 都是佛祖神力所化 主张吃肉就是魔道 那么这里就不得不说 佛在世传法时 重点就强调了这一段话 《长阿罕经游行经》中记载 佛告朱比丘 当于如等说四大教法 地听地听 善思念之 这里佛连说了两遍地听 可见其重要性 地听的意思就是真诚 离妄想分别执着 用真诚心去听 就是地听 换言之 听法时心中不许有一个妄念 善思是地听之后 有悟处 悟了之后要念之 念就是行 所以善思念之 就是用真诚的心 听往要有所感悟 还要有所行动 这段话原文太长 素福直接就用白话说明 佛说 如果有人宣称 从哪里听到过我的佛法 你先不要信 不要诽谤 应当依据其他众多经典来推测 这个人所说的了不了意 是不是正法 如果是 就要鼓励这个贤士传播 反之 则要对他讲明道理 并告诫这个贤士 不要传播 那么 凭借《长阿汗经》中 佛说的这些话可以看出 佛早就知道 后世会有人如波寻魔王所说 传播假佛法假经文 佛也明确说 有些佛法并不一定是佛 亲口所说 人们很难分辨哪句是佛说 哪句不是 但是 只要内容了意 让人听闻了 能够了解到如来真实意 就可以鼓励宣说 后世将其总结成了 四一四不一 也就是 依法不依人 依意不依语 依智不依实 依了意不依不了意 很多人啊 看经典也好 看经文也好 都会望闻深意 这就是不解如来真实意 佛说 法无定法 他所言的一切是方便说 如果你只是 揪着文字的表面意思 忽略了背后的真实含义 那么就落入了文字项 所以佛一再强调 如何分辨正法 就是要 依法不依人 依意不依语 依智不依实 依了意不依不了意 什么意思呢 依法不依人 就是要听这个法本身 是不是正法 而不是去看这个法 是谁说的 不管是高僧还是白依 再者 要依意不依语 就是说 你一听一句话 要理解它背后的意思 而不是去纠结 这句话怎么表达 比如说 你吃饭了吗 饭吃了吗 是一个意思 一些人就会纠结这句话 不是佛经的原话呀 你这个字的发音不准确呀 现在 学佛不是你上学 老是要求你原文背诵呀 意思到了就行了嘛 即使你会原文背诵 做阅读理解时 你不理解文章里面的意涵 一样达不出题嘛 所以 要依意不依语 怎么表达起是不重要 意思到了就行了 依智 不依实 就是 不要用你固有的认知 知识去判断一件事 而是用智慧去判断 因为你所了解的知识 不一定是对的 知识不是智慧 知识是别人总结的经验 不要觉得别人说的观点 与你固有的认知有出入 就认为是错的 你要靠智慧去分辨判断 最后就是要了意 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这个观点 能不能正确清晰的 阐述佛陀的观点 要了意 是不是能够了解 如来真实意 如果了解如来真实的意涵 就是了意 判断一句话是不是正法 一本佛经是不是伪经 就要看它了不了意 之所以一再强调了意 正是因为 时代更迭 随着流传 文字语言的交替 佛经中有多少是佛 一字不差的原话呢 所以 一定要了解 如来真实意 不要把那个指着月亮的手指 当成了月亮本身 就如唐代曾有许多佛教高僧认为 圆绝经没有官方翻译的记录 也没有八立文的原本 翻译者更仅有佛陀多罗义人 由此推断 圆绝经是本伪经 直到华言无阻 规封宗密大师站出来公开宣说 要分辨一本佛经真伪 就要如佛陀在世所告诫的一样 一定要看这部经文是否了异 最终 在宗密大师以及众多高僧的验证和推动下 圆绝经才在大臣佛教一众宗派中 有了如今的地位 又比如六祖谈经 是六祖慧能所宣说 并不是佛亲口说 但是能够了解如来真实意 就是真经 所以佛经不一定是佛的宣说 但一定要是佛的本意 那些假托佛之名 却违背佛意 或是添油加醋的言说 混在经文中 那么如何靠智慧去分辨呢 如果一部佛经 你看完之后 内心生起了伐喜 有一种了物解脱之感 那么这就是真经佛言 如果看完令你生起了贪嗔痴 分别妄想 那么就一定是伪经魔说 当然也有可能会怀疑说 长阿含经会不会也是假经文啊 这你不用怀疑 因为这四部阿含经 乃是大家设尊者 于佛入灭之后七日 在王舍城发起的第一次佛经集结中 有素有人肉录音机 文佛法一字不增 一字不减的阿南尊者 回忆宣说 又有五百位阿罗汉尊者 共同确认正确无误所形成的经脏 更是佛教各部派依循的根本经典 第二次集结佛经啊 已经是佛入灭百年后的事了 当然 现在很多的人只是信佛不学佛 一味迷信求佛保佑 却不听闻正法 当然 也做不到了意了 根本不了解如来的真实意 又只是盲听盲信盲从 就像小学生背诵道德经一样 即使盗背如流一字不差 却是一个字都不懂 这种人 如闻正法便是三生有幸 或许能小有成就 但是如闻写法又生起了贪嗔痴念 与分别心 这种人 不闻他人赞叹佛千言 只因一句话与自己认知不同 就马上加以咒骂 就如佛陀所说 不以智慧了意 不解如来真实意 就说别人傍佛 实则这才是真正的傍佛 例如在佛教五戒中 有不杀身 不偷盗 不赢邪 不忘语 不饮酒 那为什么五戒有不饮酒 却没有不吃肉呢 因为啊 饮酒会让人失去理智 因而生起贪嗔痴念 又因为不吃肉 一样会让人失去理智 生起贪嗔痴念 你不信吗 那你看一看现在的佛学子们 因为吃不吃肉 变得口莫横飞 甚至因为与他人观念不同 变口诛笔伐 不信违反五戒实善 去诅咒别人下地狱之类的 学佛吃素者 有了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甚至因而生出了各种鄙视脸 看看这些着相的行为 就知道佛陀摄五戒的智慧 究竟有多高了 再说回五戒 打死一只兔子 算不算杀生 算不算罪恶呢 可打死这只兔子的发心 实实无奈 原因是家中上有八十老母 鸡肠碌碌 下有八岁孩童 嗷嗷待哺 一句谎话能救人一命 可是你一句真话 可能害死这个人 你是选择撒谎 还是说实话 所以即便是五戒 发心仍然是最重要的 梁武帝只知道不吃肉是行菩萨之慈悲善念 却不知不吃肉更是断众生之口腹贪欲 对于菩萨来说 不吃肉只是表象 慈悲才是根本 对于众生而言 不吃肉是表象 断贪欲才是根本 那你说不吃肉好吗 不吃肉当然是好的 是行菩萨的慈悲善念 还断了口腹之欲 但是如果因为自己吃素 别人不吃素 或是因为吃素 生起了分别心 生起了贪嗔痴念 那吃不吃素 根本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根本上面已经断了 在后世 也有人质疑过 达摩祖师说 梁武帝毫无功德一说 便问六祖慧能 六祖则说 十无功德 勿以先甚之言 五帝心血不知正法 造似杜僧 不施赦斋 名为求福 不可将福变为功德 功德在法身中不再修福 六祖慧能说 你不要怀疑达摩祖师的话 梁武帝确实没有功德 不仅没有功德 还不知正法 满心邪念 无论造似 还是劝人学佛 不管是不识钱财 还是教人不识素 最多只是福德而已 并不是真正的功德 就算是福德吧 那梁武帝福德修的怎么样呢 梁武帝自己也很想知道 于是有一天 他就问志工禅师 自己还能活多久 禅师说 我元祭后 你会为我造佛塔 什么时候佛塔塌了 你的寿命也就到了 在志工禅师元祭之后 佛塔很快就盖好了 梁武帝突然又想到 这木制佛塔可不结实 我干脆给他弄成石头的 岂不更妙 千百年后都不会淘汰 于是他就把木制佛塔推倒重建 也就在这个时候 梁朝大将宏锦造反 把梁武帝围在城里活活饿死了 所以志工禅师说的没错 他倒了 梁武帝也该死了 可车塔却是梁武帝自己因为贪生怕死而推倒的 后世就有许多人批判说 果然因果不虚 梁武帝作为异国之天子 沉迷佛事不理朝政 愧对天下苍生 即使毫无功德 又完全不顾佛入灭以后 以戒为师的嘱托 肆意篡改佛法戒律 严禁僧人吃肉 是在行提婆大多的写法 自以为是做了善事 实际上是让世间学佛者 生起了分别心 更是有为佛所说的 佛法不坏世俗地的宗旨 要知道 佛在世间传法时 所主张的重要一点 就是佛法不坏世俗地 意思就是说 佛法到哪里都不应该去破坏当地的风俗 与之结合 这样一方面不会遭到人们的排斥 便于传法 另一方面 就不会让人因为学习佛法 而对原本的生活做出取舍 就会着相 着相便会生起贪嗔痴念和痛苦 如果一个人能了意 那么 锦文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这八个字 也可能顿悟成佛 如果不能了意 独辩天下真经伪经 真假难辩 最终也只能陷入执念风陌 然而 棒佛者提破达多所棒的那个佛 也不是释迦牟尼佛 而是人人心中的自信弥陀 因为吃不吃肉 住不住树林 要不要其实这些事情执着 升起了分别心 从根本上就违背了佛陀 教诲世人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更违背了 阴无所助 而升其心 若见诸相卓相 又何见如来呢